盖为天,拖为地,碗为人 这碗中呢承载着我们所有人对八宝茶的情怀 那我们喝八宝茶最传统的方法是拿盖碗去喝 那我们应该呢是左手拿拖,右手拿盖 那比如一瓜香,二瓜甜,三瓜四瓜茶水便清汤 视频中,为中心社记者演示正确引用八宝茶方法的人名叫马金花 是奔喷八宝茶第五代非遗传承人 八宝茶起源于盛唐时期的丝绸之路 它是由来往经商的各民族商人用各地不同的特产所组织的茶品 用于缓解路途中的疲惫,结交新的朋友 其实八宝茶在我们宁夏乃至西北的文化渊源非常大 那么它首先呢经过唐朝 它是煮着喝的茶 所以呢在煮的茶品里边呢 八宝茶也算是其中很具备代表性的一种茶品 那么到了后期呢 它经过很多民族不同的这种演化 到了这个元朝、明朝、清朝都有记载 清朝时期呢 这个慈禧太后呢就很爱喝这一类的茶品 八宝茶除了自身有许多故事之外 在宁夏人们还赋予了它更多的寓意 因为它本身是加这个冰糖的 而且呢好多的物料都会释放糖分和酸度 那么这种茶品呢我们也现在叫它全价营养茶 它更像人们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 代表着生活甜甜蜜蜜 这个幸福美满 八宝茶配方 原料也并非一成不变 当下八宝茶的配料 包装等日益多样 在保留其本位的同时 也在开发更受年轻人欢迎的口味 那在产品上呢 我们也加了很多新的元素 除了原有的红枣枸杞桂圆肉 葡萄干芝麻之类的等等 我们又加了很多 你像这个胖大海金银花 尤其是女孩子比较喜欢的这个玫瑰茄 都创新到我们的产品里面 那在无论在配方也好 口感该发上 那个年轻人都是非常喜欢的 如今八宝茶不仅在国内畅销 在海外也有了很不错的口碑 我们是2015年开始 就跟随我们商务厅 组织我们在海外的这种展销 然后我们去了很多的国家 也把我们的八宝茶 带到了这个国际市场 在展会上呢 也受到了很多这个商家 还有当地一些这个人民的这种喜爱 特别是在这个中东国家 还有咱们东南亚国家 包括欧洲国家 都说到没什么地方了 你也可以做到我们的